台湾半导体业在这波全球车用晶片大缺货的效应下 成了美国绝对不能少的一块吗 台美半导体视讯座谈会今天上午召开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双方共有超过百人参加 会中也不断强调台湾跟美国互相依赖 必须要持续合作 今天在提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议题的时候 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互相依赖 经济部长王美花用四个字点出台美供应链关系 台美座谈会在5号上午以视讯方式登场 经济部也祭出最高规格警戒 要求媒体必须距离会场150公尺 估计双方代表就超过百人参加 不仅是互补而且是互相依赖的关系 对营业秘密的保护 也造就台湾今天有这样的发展 甚至也提到说 甚至国际上可以来成立一个 营业秘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 经济部率团超过30家的半导体业者 包含联电 维神电子 瑞誉 还有台积电等等 特别是在会议中 台积电也报告赴美设厂状况 美方是它的非常重要的来源 那我们台积电做好的产品 也很多是卖给美国的这个晶片设计商 包括高通啦 NVIDIA啦 虽然座谈主轴是供应链 但美方也针对台湾愿意提供车用晶片 表达谢意 都希望能够得到台湾的车用晶片的一个供应 那因此在这方面当然是特别受到美国的关注 他不希望可能就是说有特定的这个国家呢 运用这个国家对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呢 来企图垄断 讲就是说以前的中国大陆 双方分工形成互补 美方除了建议能够互相交流人才外 也希望台美签署FTA 并一起加入CPTPP 台湾新创产品也有望能够减少关税壁垒 未来也不排除会选择5G电动车等重点产业 举办下一个台美座谈会 就盼能够让双方深化合作关系 东森财经新闻 薛亚主许建佑 黄福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